高智商罪犯设计杀害仇人 连刑警都被他的外表所迷惑 在东京地区发生了恶性连环杀人事件 三个不同地方 三个无辜的路人惨死 并且死者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但是案发现场都留下一串神秘数字 经过刑警心前的分析 他发现第一件案子留下的数字 减去第一件案子发生的日期 得当的新数字是第二件案子的坐标 也就是说经纬度 由这些分析 他们很快确定第四件案子的地点 著名的高级酒店克尔特西亚 不过他们只知道地址 却不知道嫌疑人是谁 做案时间是什么时候 为此警方专门成立调查小组 所有成员都化身酒店服务人员 严实身份下调查凶手 作为警队的骨干 今天要担任前台的工作 由酒店前台经理上美亲自指导 他们本身是刑警 并不是酒店人员 稍不留神便会露出麻角 一旦为凶手发现 计划前功尽期 作戏就要做全套 欣天被上美逼迫之下 一改邋遢形象 变身帅气大叔 作为高级酒店 上美他们的服务是一流的 穿衣打扮非常正式 纽扣要摆正 领带要打紧 见到客人要尊称贵宾 主动上前打招呼 必须九十多万要 也正是他们服务的到位 才能成为五星级酒店 来这里下榻的人来自五湖四海 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 想在这么多人中找到凶手 难度可想而知 欣天上班第一天便遇到了麻烦 客人由于赶时间 嫌弃排队浪费时间 要求欣天帮助办理退诉手续 和欣天回绝 声称大家都在排队 为什么只有你特殊呢 他的话直接激怒了客人 只要冲骂他时 上美及时赶到救场 闲事诚恳地道歉 然后办理手续 到时候会以新件发到客人家里 这才算让客人消火 在欣天看来 排队等候连小学生都懂 怎么他就偏偏特殊呢 上美告诉他 在酒店 规矩是顾客来定的 他们说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来就没有顾客 翻规这种事情 不要以为你是刑警 就可以低估酒店人的工作 每一刻职业 都有他们神圣的地方 社会中 大家扮演不同的角色 能力间的差距 造就了特有的职位 上美在酒店是精英 欣天则在破案方面是专家 这天 一对情侣顾客 引起上美的注意 之前他们两个入住的时候 少了一件预保 哪个是价值两万日元的贵重物品 在情侣办理退诉手续时 上美执意要打开他们的行李箱检查 却被欣天及时阻止 根据他多年的办案经验 情侣并没有偷走浴袍 流失的那件正是被藏在床下 他们第一次偷走了浴袍 第二次不偷 让上美故意检查行李 然后以栽赃嫁祸为由 邀喜酒店赔偿道歉 这种诈骗手法可以迷惑上美 绝不可能骗过刑警欣天 庆幸有他在 避免了一场纠纷 同时酒店来了一位 盲人女顾客骗童 大家搬得很严实 并且还戴了手套 估摸着年纪有个50多岁 面对欣天的服务 他却主动要求旁边的上美 明明眼睛看不见 怎么会注意到安静的上美呢 而且盲人依靠听局和触觉 来判断周围的事物 怎么可能会戴手套呢 欣天猜测此人大有问题 连人交谈之际 骗通打电话找上美 说房间很吵 要求调换 可欣天根本听不到其他杂音 房间很是安静 种种一点让欣天感到不安 但上美认为这只不过是个人的特别性 作为酒店人员应该理解包容 任他没有想到的是 骗通比他想象中难产得多 要求他陪同前往餐厅 打电话让他帮助寻找纽扣 然而纽扣就在他的脚下 连工作这么多年的上美都感到心累 简直就是故意刁难人 在他入住几天时间 上美被折腾得够呛 终于迎来他离开的日子 临别时 骗通说自己住得很舒服 声称自己不是盲人 是故意假扮看不见的 他的丈夫是盲人 过段时间要出游 身为妻子 他特意前来试探 以保证丈夫得到全民的照顾 经过他的测试 上美做得很完美 他决定丈夫由上美亲自来服务 听到这番话 上美深感愧疚 他以为骗通有什么阴谋 对自己过度的猜疑深刻地道歉 连信天都对之前的猜测感到对不起 深深地举了一共 月表歉意 酒店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游 其中一位眼镜男 单独叫住心田 要他帮自己领行李 找到房间后 却说和订购的不一样 他要的是可以看到风景的房间 和网上图片对比差距太大 拿着夜景和白天对比 明显就是故意挑刺 于是心田只能带着他换新房间 可是换了很多个 对方还是不满意 最可惜的是 他最终会到原来的房间 这么刁难人的客户 上美也是第一次遇到 眼镜男扬言 入住的所有服务都要由心田来做 突然他说自己的电脑数据丢失 赛赃给心田 拿行李不小心碰坏了 要求他重新按照要求制作出来 他现在要出门 心田必须留在房间 明显会是不是打电话 让心田用客房电话回复 已确认心田 确实在房间工作 仔细想想 电脑如果碰坏 数据怎么可能丢失呢 电脑直接开机都开不了 这明白人是眼镜男 故意的 好在心田 以工作为主 并没有发怒 修复数据的事情 落在上美头上 心田很好奇 酒店人员真的可以走到这种地步吗 明知道客人故意刁难 也要笑脸相迎 上美告诉他 成为酒店人员 要从他考大学的时候说起 当时母亲专门为他缝制了护身符 前往考试时 却忘在酒店 没想到 酒店人员追到考场 送护身符 这件事情令他很感动 发誓要成为最优秀的酒店人员 所以平常工作 很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 离开房间时 顺手摆正压纸台 早已经成为习惯 酒店没有客户的房间 压纸台肯定是正的 根据警方的调查 他们发现眼睛难的底细 他原来是心田的高中英语老师 同学曾经让留学的心田当中阅读英文 来羞辱发音不标准的眼睛男 深受打击之下 他被迫辞掉了工作 后来的人生事事不顺 本打算最后度过美好的假期 就是这么巧遇到仇人心田 心中积压多年怒火终于可以发泄 所以才会百般丢难 将修复的数据删除 说心田没有好好工作 当着大见面要求他下跪道歉 想以此激怒心田动手打仓 可他还是失误了 心田并没有发火 非常诚恳的道歉 愿意重新修复数据 眼睛男在这一刻彻底崩溃 他不得不承认心田很优秀 认真做事的人在哪里都会发光 像自己这种混日子的人 永远不会有出息 对于酒店发生的事情 他很郑重表达自己歉疑 经过这么多天的酒店工作 心田对酒店人员有了新的认识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难处 也有他们的发光点 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才会避免矛盾 酒店人员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客人的隐私 万万不可告知他人客人的房间号 多年前 有个女人说自己找丈夫 上梅还称 她丈夫确实订了房间 然后又取消了 女人没有得到答案 冒着大雨走出了酒店 上梅对这件事情记忆有心 绝不允许客户受到骚扰 相同的事再次发生 神秘女子入住酒店 声称会有一个男人来入住 千万不要告诉他女人的房间号 没过多久 男人确实入住 上梅担心女人受到骚扰 主动告诉他男人的房间号 让他躲着走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事 被骚扰的是男方 并不是女方 他们两个是夫妻 男人经常在外面找妹子 女方又找不到任何证据 才会出此下措 现在终于找到可以提出离婚 上梅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做对还是做错了 稀里糊涂被人套路一番 与此同时 警方也发现惊人消息 先天 之前的搭档能是找到新证据 第一件案子属于情杀案 在凶手的电脑中发现神秘邮件 里面竟然清楚地安排 三件刺杀具体时间 也证实出 三件案子不是连环杀人案 而是单独作案 相对之前 现在更加复杂 每件案子都要独立对待 他们这些凶手通过网络联系 伪造连环杀人的假象 耍了警方一顿 甚至的幕后主使 是第四件案子的凶手 可是目前没有任何头讯 能肯定的是 第四件案子一定就在酒店 中桥酒店将会举行一场婚礼 当会场的人会非常多 凶手很有可能趁机搞事 路出所料 新娘接收到神秘快递 机件地址一点重重 里面的酒遭到针管处射过药物 据新娘回忆 家里的签件被人开过 警方认定 新娘就是下一个目标 所有人员必须全力保护 打起一百分警惕性 势必抓到凶手 唯独新田不允许参加 要在前台值班 气温之下 他一脚踢飞旁边凳子 他的这些臭毛病 老大大能士非常了解 如果不耍小脾气 他早就升职了 能士一直尝试绑住他 但是没有任何作用 直到看到上美驯化了新田 能士知道 上美将会是他的冤家 警方也需要像新田这样的人 没有后顾之忧 凭着一腔热血做事 在他心中 警方是为了保护民众而存在 当上警察 源于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 瞧不起养家都困难的警察 所以新田要做出来给父亲看 有些职业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也因为这个信念 才让他如此有热情 酒店的这段时间 上美教会他很多 他也明白到上美的苦衷 酒店人员杂乱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上美可以猜客人的真实样子 但绝不能尝试撕破他的面具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是来参加假面舞会的 如果客人真的被刺杀 上美会第一个辞职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成为合格的酒店人员 新田告知上美 如果明天有人死亡 他也将会辞去警察的工作 两个信念坚定的人 令人感到敬佩 为了目标赌上了一切 同时他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背后的主谋制造假象 为什么几件案子的手法不太一样呢 他猜测 主谋真正想杀的人应该是两个 利用连环杀人假象作为掩饰 也就是说在发生连环案之前 主谋已经杀了一个人 只要找到最早的案件 就能获得破案的线索 得到这些信息 能事马上动身 按照时间计算 东京确实有几件不明死亡案件 其中一名男子死于家中 警方没有调查到任何有关线索 归类到自然死亡案件 能事循着死者的信息 找到他的故乡 进一步调查具体的情况 酒店这一方面婚礼如期举行 一名男班女装人冲向了新娘 被警方人员暗倒在地 举他交代 他只是代为转交坐标代码 其他的根本不清楚 与此同时 欣田接到能事的信息 照片中居然出现了片通 而片通竟然刚刚入住酒店 还单独喊走了上美 他立马明白了一切 疯狂在酒店寻找上美的踪迹 片通趁机将上美帮助 拔掉了房卡 让酒店没有办法找到 上美和片通有什么深仇大恨 至于做这么大局来杀他 不知道记不记得 上美曾经在大雨天赶走一个 打听丈夫信息的女人 那个人就是片通 他当时身怀六甲 丈夫却背着他搞小三 但遭到上美的拒绝后 他忙着大雨在酒店外等了一夜 第二天便看到丈夫和其他女人在一起 而他由于淋雨导致昏迷 父中的孩子也不幸留掉 那一刻起 他就发誓要报复 首先 悄无生气杀掉了前夫 然后在网上寻找要作案的人 联系好他们 故意做成连环杀人案件 警方会认为凶手只有一个 这样的话 大家都能相安无事 片通自己的复仇计划也会被隐藏 总是戴着手套 是为了避免留下指纹 片通这个名字也是假名字 真正的名字叫做长仓马贵 入住信息登记的是片通 马贵这个人根本不会起疑心 计划如此完美 警方都被蒙在鼓里 只要杀掉上美 他的人生就能得到完美 就在要成功之时 欣天冲了进来 将片通制服救下了上美 他计划如此完美 却忽略了一点 上美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 酒店的亚视台 全部都是摆放整齐的 唯独片通 他需要写下作案作标 肯定会动到亚视台 争取这一点 让欣天找到上美 调查这么久的案子 也终于宣告结束 警方人员也撤离了酒店 连别 欣天向酒店大门深深拘了一躬 以表示对他们工作的尊重 专研欣天和上美再次相聚酒店 和以往不同的是 上美这次作为客人出现 两个人也将展开一段精彩的恋爱故事 电影到此终于落幕 本片变为假面饭店 是一部非常少能的悬疑电影 很是值得细细品味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